非常荣幸跟赵老师合作 您是客气 从小就喜欢您的相声 说明我岁数大了 而且那赵老师多知多懂 哪儿 这肚里边有货 不敢 没别的东西 什么呀 史 你说我这肚子装的什么 史啊 古代史 现代史 社会文明史 科学发展史啊 哦 你说我一肚子立史 对啊 说您有文化呀 不敢当不敢当 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我虚长几岁 但是没你说的那么好 千孙 太千孙 不对吧 应该念千旭 那个孙字啊 底下还有个走针 念旭 没事 我不跟你计较 您没什么可自卑的 没关系没关系 搞不起错个一个俩的 但是呢 我就说您呐 您在这个相声上 这是很有造纸啊 不敢 那我就掉造纸厂去了 改行了 什么改行 您不主持了 早意 不念纸 反正不念纸 我们大伙啊 非常爱听您的相声 谢谢 而且听您的相声 不仅仅是让我们大家 悟乐悟乐 哎呦 你这么说话不累呀 什么叫悟乐悟乐呀 娱乐 娱乐娱乐 就开心一下嘛 娱乐 对吧 听完您的相声啊 让我们大家那是 心广神台 心广神怡 赵老师在相声道路上 那可以说是 一丝不惧 不是 那个 一丝不挂 我光着 一丝不惧也不对 一丝不挂也不对 那 那字念狗 狗 狗 我这么称呼您不太合适 你称呼我干嘛呀 不是 成语 一丝不狗 一丝不狗 对 对 对 一丝不狗 不光在这个相声上 跟您学习 还得学习您平常 带人接吻 不敢 跟您学习啊 带人接物 对 也有您这么说的 这样先生 您抽空啊 我邀请您到我们家去 到我们家去 咱们交流交流 那好 跟您学习 我给您弄点喝的 喝点 喝点加飞 咖啡 再吃点水果 什么水果 吃点沙田轴子 咬不动 来点糖炒票子 糖炒栗子 晚上 咱们刷羊肉 涮羊肉 涮羊肉 不愿意吃 不愿意吃没关系 我上您家吃 欢迎你来 我上您家呀 一个是跟您请教 顺便呢 我再参观一下您家的别野呀 别野呀 那叫别墅 多跟您交流吧 咱们一块探讨一下外国的文学 哎呀 就这水平还探讨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我喜欢呀 喜欢谁呀 好多大作家我都熟 哪位 您比如说 国法理 国格理 还有一个 茉莉忠 茉莉 还有国内的 国内的作家 曹偶 那我上菜市场找去 他也改行了 谁改了 曹羽 对 这俩我都喜欢 好像话嘛 今天呢 我听你的一番话以后啊 我感觉到 我应该向你学习 学习你这个敢念白字 敢念错字的精神 哎不是我念一个白字了 大伙都乐乐地笑话你呢 赵老师 您这样讲话 真的是莫名其超啊 莫名其超 莫名其妙 往这一扎 您就挑我的破定 这就破定了 不要觉着我年轻几岁 您就觉着我很幼雅 幼稚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经过了深思热虑 熟虑 不热能熟吗 可不吗 您不要总是同下我 恫吓 这字念恫吓了 哎呀 同下 看看您 看看您 您瞧您 威风饼饼 威风凛链 手舞足他 手舞足倒 真是吹毛球屁 嗨 赵老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